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英国目前累计超过16万人死于冠病 死亡人数位居全球地区 但这并没有影响英国实施与病毒共存的目标 英国首相约翰森星期一宣布 从2月24号星期四开始 解除英格兰地区所有防疫措施 包括取消确诊后的强制隔离 以及社区免费筛检 约翰森强调 随着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率上升 Omicron杀伤力紧弱 如今是时候把人身自由归还给人民 约翰森政府的举措引起一些科学家和议员反对 担心这样会令英国往后更容易暴露在新型变种毒株的风险中 反对派也谴责约翰森只是想通过取消防疫措施来摆脱派对门丑闻的压力 但约翰森指出疫情对国家经济形成重担 政府在疫苗和社区筛检政策上开销庞大 因此公众是时候承担起个人的防疫责任 不过约翰森表示一些管制措施保持不变 政府也还是会继续为高危群体以及护理人员提供检测 政府接下来将扩大加强针接种计划 并把防疫重点放在其他药物干预的治疗方法上